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王冲阳道长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亚洲黑熊 亚洲黑熊又称为月熊、月牙熊、狗熊、黑虾子 是食肉木熊科的哺乳动物 胸部有白色星月形的斑纹 为了获取其皮毛而进行了过度捕猎 以及人类活动造成了稀稀地的丧失 使其数量急剧减少 因此目前亚洲黑熊处于异危的状态 亚洲黑熊的体型比棕熊稍小 通常体长在140-190厘米之间 剑高70-100厘米 体重差不多120-160公斤 部分大的个体可以达到体重200公斤左右 它的肩部较平、臀部稍大于肩部 尾巴非常短,长7-8厘米左右 四肢出剑,前后指都具有五指 爪弯曲呈黑色 前竹爪长于后竹爪 前后脚均是非常肥厚的 它头部宽圆,鼻子较短,鼻端裸露 眼睛小,耳长约10-12厘米 脸部和它的颈部两侧的毛比较长 形成两个半圆形的毛冲 亚洲黑熊它的头骨大家可以看到 呈现一个长圆形 和中熊的头骨相比 它是前短后长的 亚洲黑熊体毛黑色 富有光泽 因东西部的地域差异 毛的长度也有些差别 东部的黑熊它的毛比较短 背部的毛长4-5厘米 近侧的毛长6-10厘米 西南部的黑熊的毛比较长 背毛长4-6厘米 近部的毛长6-14厘米 胸部的毛较短 一般都没有超过4厘米 毛皮一般一年脱换一次 旧毛的脱落和新毛的长出 是连续而缓慢的过程 其中一些黑熊的毛皮没有绒毛 一些黑熊它的毛皮进入冬季的时候又绒毛 亚洲黑熊胸部由白色淡黄色褐色短毛 形成V字形或者U字形 部分黑熊胸般较小 呈黄色或者褐色 亚洲黑熊的体型毛色以及胸般 在不同的亚种之间存在的一些差异 下面我们就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 这些不同的亚种 这个是东北黑熊 东北黑熊又叫做无数里黑熊 分布于西伯利亚的南部 中国东北部的黑龙江 吉林以及辽宁省的小块的区域 朝鲜半岛北部也有发现 这个是西藏黑熊 它分布于喜马拉雅山 及中南半岛地区的热带雨林 或者像素树林里 包括尼泊尔和越南 四川黑熊 它广泛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 此外本亚种 在西藏的东部横断山区 苍都和那区也有一些分布 这个是台湾黑熊 它主要分布在台湾地区 这个是日本黑熊 它分布于日本的本州 九州 北海道 以及四国地区的原始落叶岭 或者混合领域 目前呢 本州东部地区 是其主要的西西地 这个是伊朗黑熊 它分布在伊朗的东南部 以及巴基斯坦的西南部的 高海拔的地区 这个是西马拉雅黑熊 又称喀斯米尔黑熊 分布于阿富汗 伊朗的东南部 中国的南部 以及分散于西马拉雅山的布丹 以及巴基斯坦 主要西西地呢 在山区以及冲林里 总的来说呢 亚洲的黑熊分布地区分为两处 从西伯利亚的东部地区 到中国东北地区和日北 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到越南和泰国 亚洲黑熊是典型的灵犀动物 雜食性 春天呢 以山毛菊等杏牙为食 夏天主要以蚂蚁蜜蜂等昆虫为食 秋天主要是橡树 栗子等果实为食 秋天会大量的进食 以准备冬眠 在冬季的大树的树洞 岩洞或者地洞等地呢 进行冬眠 它们从低海拔600米的 热带雨林到亚洲带的长绿阔液林 亚洲带干旱河谷灌虫 温带落叶阔液林 蒸阔液混焦林 蒸液林以及海拔4000米左右的 山地寒温带暗蒸液林都有细细 它们有垂直迁徙的习惯 夏季呢 栖息在高山 雾冬前呢 从高地逐渐转移到海拔的较低处 甚至呢到干旱河谷灌虫地区 亚洲黑熊交配季节在6到8月份 孕期呢 6到7个月 每一胎生1到3载 3到5岁性成熟 寿命大约30年 亚洲黑熊的右体 它的毛色是黑褐色的 头部呢 颜色稍淡一些 四肢的毛色较为深 胸部的白斑极为的明显 熊胆的需求 曾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起呢 中国境内养熊业的快速的发展 当时大批的野外的黑熊 特别是幼崽被捕捉和贩卖到熊场 而且呢 由于饲养条件和技术的限制 不少黑熊在 引流手术感染和饲养过程中病死 形成对熊类资源的一次浩劫 这种现象在所有有熊的国家里 曾经普遍的存在 导致熊类的种量呢 急剧的减少 中国黑熊的野生种群呢 估计为12000至18000头 最高呢 估计也不过20000头 每年全世界有7000多只亚洲黑熊 在400多个熊场上 受着残酷的活熊取胆的折磨 熊场上的熊呢 最多只能活他们正常寿命的三分之一 中医记载 熊胆呢 组织肝活导致的木刺肿痛 咽喉肿痛 实际上呢 已经有54种之多的草药 完全可以达到同样的疗效 而且呢 价格上更加便宜很多 事实上 活熊取胆 非但没有减少对野生熊的猎杀 因为熊场上许多熊呢 仍然是从野外捕捉而来的 它反而刺激了野生熊胆 及胆汁的市场 狩猎黑熊 指在日本和俄罗斯是合法的 俄罗斯法律允许呢 每年可以猎杀75到100头熊 而估计非法猎杀每年在500头熊左右 日本平均每年呢也被猎杀500头黑熊 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 由于狩猎的兴趣减少 这种猎杀的数量呢 一直在缓慢的下降 然而每年呢 仍有一千至两千头被猎杀 有时多达四千头 猎杀黑熊的方法 包括使用枪 陷阱和圈套 值得欣慰的是 在大多数的国家呢 黑熊被列为受保护的物种 好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